这个男孩真是胆大包天 居然不知危险 想要给老虎喂食 他把手伸进了铁笼里面 老虎警惕地走了过来 看到男孩手里的肉 他用鼻子闻了闻 危机时刻 男孩的父亲及时出现 救下了他 父亲斥责儿子 要不是他来得及时 男孩至少要断上一条胳膊 可儿子却天真的说 每个动物都是有灵魂的 他们不会伤害我 结果父亲用实际行动 给他上了一课 他让人抱来一只羊 将他绑在了铁笼的外面 然后把老虎放了出来 显然父亲是对的 这个教训让男孩牢记在心 几年后男孩长大了 他叫做派 这个动物园就是他家开的 原本富裕的家庭 却因为印度突然发生一场暴乱 一家人不得不坐船移民加拿大 临行前 他们带走了所有的动物 可在当晚一场风暴席卷了他们的轮船 巨量的海水涌进了船舱 派冲回房间想要营救自己的父母 可早已经为时已晚 派稀里糊涂地 被丢到了一座救生艇上 突然一头斑马跳了下来 瞬间压断了绳子 他们一起掉了下去 在黑暗中 派看到海里有一个人影 他急忙扔出了救生圈 将它拉了过来 可到眼前仔细一看 居然是动物园里的老虎 在老虎的威胁下 派在船头的位置度过了一夜 他小心地爬上船 可老虎却消失不见了 只剩下一只断了腿的斑马 可突然一只猎狗从船下钻了出来 吓得他再次逃回了船头 这时一头母猩猩坐着香蕉飘了过来 狭小的避难所上又多了一名新成员 可是平静没有持续多久 饥饿的猎狗开始向斑马发起进攻 受了伤的斑马就这样被活生生地咬死了 派明白这么下去 他也会成为猎狗的食物 于是他用救生衣做了一个简易的木筏 刚要准备下水时 猎狗再次向母猩猩发起了进攻 但没想到猎狗被一拳打倒在地 正当派在庆幸的时候 猎狗突然不讲武德 直接偷袭 母猩猩被残忍地咬死了 愤怒的派掏出匕首 就要和猎狗拼命 老虎干掉猎狗之后 朝着派扑了过来 但好在小船在海上左右摇晃 让老虎非常不适应 最终放弃了进攻 派则趁机打开了帆布 从里面找到了一些补给 他大口地吃着食物补充体力 床舱内一只老鼠引起了他的注意 同时老虎再次扑了上来 心急之下 派抓起老鼠 直接丢进了老虎的嘴中 小老鼠被一口吞进了肚子 派则趁机逃到了自己的木筏上 到了晚上 老虎吃掉了斑马 然后开始凝望着远处的派 派背下的瑟瑟发抖 他明白 这么下去自己必死无疑 于是他决定根据求生手册制定计划 首先他要尽可能地收集雨水 然后再用小刀在船上记录着日期 但最重要的 就是他要驯服这头猛虎 他先是将船身侧对着风浪 因为这样能让船变得更加颠簸 再利用哨声让老虎联想到晕船 经过不断的训练 派直接跳上船 对着老虎大喊 宣示着自己的主权 并且在上面撒尿 表明这是他的领地 但老虎却不以为然 撅起屁股 直接回敬了他一个大刺花 没办法 派只能尝试捕鱼来喂养老虎 只有老虎吃饱了 自己才是安全的 可是老虎的饭量 比他想象的还要大 派的捕鱼速度 根本无法满足他的胃口 老虎看到近在眼前的食物 直接跳了下去 可森林之王到了水中 如同被拔掉了牙齿 一条鱼也没有捉到 派刚要嘲笑他 可下一秒 老虎朝着他游了过去 派连忙拖拽绳子 跳上了船 并且将木筏拉了上去 光滑的船面 让老虎无处使力 派举起了一把斧头 想要杀死他 可当看到老虎的眼睛时 他还是心软了 派犹豫了好久 夜晚他将木板 当作梯子扔了下去 老虎得救了 派则重新回到了 小小的木筏上 天亮后 他将所有的物资 都转移到了 自己的救生坛 这时一条大鱼 钻进了鱼网里面 派举起斧子 一顿猛砸 看着鱼的身体 逐渐褪去颜色 他崩溃的哭了 因为这是他的 第一次杀生 他祈求上帝的原谅后 将大鱼丢进了船舱 喂给了老虎 这天夜里 海面格外的平静 无数只水母 映在了水中 派被这一幕 瞬间迷住了 但是突然一只鲸鱼 瞳空跃起 小船被瞬间掀翻 几乎所有的食物 都被冲进了水中 又过去了好久 它们已经没有了 一点食物 老虎再次露出了 凶狠的表情 可突然一条鱼 砸在了派的脸上 紧接着第二条 第三条 当它们回头一看 海面上 数以万计的飞鱼群 朝它们扑面而来 一旁的老虎 开始不停地捕食 这时一条大鱼 掉进了船舱 老虎一把将它按下 派意识到 这是一个 重新树立地位的 好机会 它立刻举起木棍 与老虎展开对峙 随着它的一声怒吼 老虎终于 被派的气势吓退了 为了彻底驯服老虎 派将一根木棍削尖 再利用鱼肉 进行诱导 让老虎明白 只有听话 才能得到食物 派终于成功地 将它赶回了船舱里 这天 它们遇到了一群海豚 可派仔细一看 远处居然出现了 一艘轮船 它赶紧拿出信号枪 进行求救 可直到它用光了 所有的工具 轮船都没有发现它们 失望的派看向远处的老虎 它只能继续与老虎为伴 可渐渐的 一人一虎之间 已经有了默契 它们从相互忌惮 到互相陪伴 夜里 派和老虎诉说着心里话 老虎则仰望着星空 在漆黑的夜里 它们互相治愈着 但好景不长 这天天色突然大变 老虎提前躲进了船舱中 紧接着一场 强烈的风暴席卷而来 小船被海浪不断地冲击着 就这样过去了许久 它们终于等到了雨过天晴 看着奄奄一息的老虎 派轻轻地将它抱到了腿上 就这样 它们静静地等待着死亡 不知过了多久 当派再次醒来时 发现它们已经飘到了一座小岛上 派从地上随便掰下一块植物 开始大口地吃了起来 当它走进小岛 却看到了惊奇的一幕 这座小岛上 生存着数以万计的湖蒙 派小心翼翼地来到小岛中心 这里有一个清澈见底的水潭 它在湖中一边喝水一边游泳 尽情地享受着 而老虎也在湖蒙群中 狠狠地吃了一顿自助大餐 傍晚派准备在树上过夜 突然所有的湖蒙 如同逃命一般冲向森林 纷纷地躲到了树上 夜里派被一只湖蒙吵醒 当它低头一看 水潭中散发着悠悠的绿色 而其中还漂浮着各种动物残骸 原来湖水到了晚上 就会变成腐蚀性极强的酸水 派从树上随手摘下一朵奇怪的花 剥开花瓣后 里面居然有一颗人类的牙齿 这时从远处看向小岛 就仿佛是一个躺着的女人 很显然这是一座食人岛 派意识到了危险 决定离开这里 临行前 他准备了大量的淡水和食物 然后大声地呼喊着老虎的名字 老虎也如期而至地来到他的身边 就这样一人一虎再次开始了漂流 他们在海上生存了227天 横跨了整个太平洋 最终他们终于抵达了墨西哥海岸 派已经没有了一丝力气倒在岸边 老虎也从船上跳了下来 而他也已经瘦成了骨头 可老虎却头也不回地走进了森林之中 几小时后 派被附近的村民发现 当他获救时却崩溃地哭了出来 他并不是因为获救而哭 而是因为老虎那么轻易地离开了他 不久后 霍伦公司的人前来调查沉船的原因 作为唯一的幸存者 派讲述了他与老虎的这段奇幻经历 调查员却直接指出 故事中有很多不符合逻辑的地方 比如说母猩猩坐着香蕉在海中漂浮 可是香蕉是根本无法漂浮起来的 没办法 派只好讲述了另一个故事 这次幸存的是四个人 沉船发生后 派和母亲水手还有厨师 四个人登上了救生艇 水手在跳船时摔断了腿 几天后 凶残的厨师将水手杀死 并且想要吃掉他 派的母亲看到这一幕 与厨师发生了争吵 为了保护儿子 结果也被厨师杀害了 厨师将母亲的尸体 丢进了大海中为了杀鱼 人无可忍的派一怒之下 杀了厨师 并且吃掉了他 原来水手就是受伤的斑马 厨师则是凶残的猎狗 母亲是保护派的母猩猩 而老虎则是派自己 当他们获救时 老虎头也不回地走进森林 这也代表派抛弃了心中的野心 重新选择了善良 多年后 一个小说家找到了派 派向他讲述了 这两个奇幻故事 听完后 小说家若有所思地问 到底哪一个故事是真的 而派却反问他 那你觉得哪一个是真的呢